繼續看回南韓對瑞典的世界乒乓球對制錦標賽的賽事 現在雙方都是第二位球手來的 金澤豬對皮爾遜 金澤豬11比8先贏第一局 現在第二局的比賽 3比0領先的金澤豬 皮爾遜看來都不太適應 金澤豬的直板不願求打法 雖然他的團體賽贏了很多分 金澤豬先節節唱 第一局起板 他一不起板就輸了,金澤豬 所以打大球很重要 第一局上攻很重要 打大球很辛苦 所以年紀大就不太好處 好,再來 這是皮爾遜的招牌貨 很漂亮,反手打直線 對 為何皮爾遜真是寶刀未老 好 皮爾遜打球就有君子風道之稱 打球很有禮貌 不會騙你 很均衡 很均衡 雜誌也很贊人 打球很漂亮,推直線 所以其實側身衝的球 真的要注意正手位 直板和橫板都一樣 很多時候都被人推直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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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順暢嗎? 站在中間開 開得高比金澤豬聰 哎呀 想側身 皮爾遜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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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遜 雙手現在開始熱身了 你看,各個失很多 很漂亮 這分打得很爽 今天無不有意 6、3 打分力很強 腰力很好 所以這場比賽看得很清楚 這一分側身慢了 1、2、6 我看比賽的地方也很熱 運動員都全身濕透了 其實在這麼熱的地方比賽 也加重了運動員的負擔 4、4、7 又來一個西直線 這球比賽得好 7、4、5 如果他比賽慢一點 今天是側身 發不了力 看這個慢鏡 如果不是很遠 轉過了球,他一發導力 皮爾遜遜壓不了 抓… 拉中路了 抓反手 很多時候讓皮爾遜遜遜遜遜 所以這次阿豬的落點也有變化 退中路,聰明 皮爾遜這個閃身幻 布花也是金澤珠比皮尼迅快很多 落後了5分 皮尼迅 不側身了 用反手拉 6分 好像有點鬆軟了 對 7分 也要搶攻 對,看過優勢大,有5分領先 想偷阿蘭 被人追了2分 最後這個發球要好好把握 金澤珠在第二局 以11比7擊敗皮尼迅 金澤珠暫時是2比0領先 皮尼迅 金澤珠領先兩局 形勢大好 在大分那方面 南韓隊暫時1比0領先陣瑞典 其實看到皮尼迅 久不久都有點驚喜 但為甚麼 他跟金澤珠分數的距離 又會這麼大 我看到皮尼迅有幾板球 機會球都拉了 並無視